刚刚提到烂漫的主角 滇野万太郎的原型 其实就是高职之光 日本植物分类学之父 牧野富太郎 牧野植物园也是四国唯一的植物园 园内有约三千种的野生植物 包含了春天十月五百株盛开的樱花 五月则是可以赏杜鹃玫瑰等 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 不同时期的花草植物 许多花草旁还富有 牧野亲手绘制的植物写实画可以做对照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一个巨大的温室玻璃屋 里面有很多国外稀有的植物